这样的毛毛虫折纸太好玩了,宰宰们一玩就玩一下午,根本停不下来。 我们用一张15乘15厘米的纸,像这样裁出它的四分之一来用,接着把两头对折,再对折,然后再对折一次。 接着把它两头画出圆弧形,然后按照画线位置剪掉。 最后剪成了一个椭圆,接着把它打开,然后把其中的一头画上眼睛和嘴巴,再像这样子把第一个椭圆的折痕向下压。 其次,中间的折痕向上压,末尾椭圆折痕也向下压,这样中间就拱起来了,然后用吸管吹动末尾拱起来的位置,毛毛虫就跑起来了。